那么我们再接着 刚才说的这个蛇体大小里边的 真大的这部分 胖大这部分 那么要分为胖大蛇和肿胀蛇 怎么区别它 总体上来说都是蛇体的真大了 蛇体方面真大了 那么真大的程度上 一般我们习惯上说这个胖大蛇呢 它是相当于现在说 它主要是宽度上的增加了 宽度上的增加比较明显 被牙齿压破了 就胖大而有齿痕 一般胖大蛇就来形容 这样一类的蛇体真大的 叫胖大蛇 就胖大蛇一般有齿痕 那么绝大部分胖大蛇的主病上 当然绝大部分主要是有水肿 所以说是阳虚 皮肾阳虚了 不能温化水液而造成的水湿泪停 使这个蛇体真大 变成这个胖大蛇而有齿痕 虽然也提到了有一些 理弱弹弱吃肾吃热可以引起胖大 而蛇胎黄异 因为说到黄就可能是热症 但是一般我们临床常见一些的胖大蛇呢 主要是说是蛋白胖大有齿痕的 反复说阳虚的虚寒症的 一般都是蛇蛋胖嫩有齿痕 就这么一种形容它 所以这是胖大蛇的一般的这个主病 和它的表现形式 而说到肿脏的话呢 那就说它一般说来 这个蛇体除了宽度比较增加的话呢 厚度上它也要增加的 这样才是说是一个叫肿脏蛇 是吧 它是整个蛇体都被充盈起来了 看起来的话呢 这个蛇体很厚了 这样蛇体有增大的 就用的是肿脏蛇 颜色上一般是蛇字是红色的了 因为它的主病主要是有热 热毒上功 我们在中肌里边给大家说到热的话呢 它的病肌说的是热意志肿 是吧 热的一个引起的 导致它的热血 导致的一种病理改变 可以导致肿脏了 是吧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般用的是肿脏蛇 所以一般我们在形容它就说 口腔里边呢 它被蛇体真大了 被口腔限制住了 如果它一旦伸出口腔 好像一放开了 就比口腔还大 难以回缩 那个就是肿脏蛇 在口腔里边就饮嘴满口 整个口腔上下左右 都是一个蛇体这块肉 你说就这个就叫肿脏 就不能再用胖大蛇形容它了 胖大就只是宽大有尺横的这个意思 所以都是说蛇体真大 用了两个 表现名词不一样 因为病机上有一定差别 肿脏蛇多半是热症 这个时候的热 刚才我们说了 除了心开窍于蛇耳外 皮 蛇为皮之外厚了 所以往往会说到 是心脾有肉 心脾有肉 这是肿脏和胖大 应该注意的一个区别 胖大时候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 蛋白而胖大有尺横的 那个你感觉 再看的话呢 你也是这个 那么就说感觉蛇体厚不厚 如果这个还是厚的话 那就再比较 这个该是胖大还是肿脏 胖大 蛇子比较蛋白 是吧 这个你觉得厚度增加一点 它蛇体再增加 肯定也应该增厚一点 但是不是太严重 特别明显 你要和这个一比 就差别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个应该叫肿脏 还是增大了 但是你就 一般我们习惯就不再说 这个是胖大说了 是啊 就感觉厚度也很增多了 银嘴满口 伸出口腔 难以回缩 是不是感觉这个就难以回缩了 比口腔还大 色质颜色 是不是红刺冲血的了 所以这一类的是热症的肿脏 有一定的差别 胖大和肿脏的这种差别 与它相反的 蛇体变得比较小的是叫瘦薄蛇 是吧 比正常相比 蛇体变得比较瘦小了 我们习惯用的术语说瘦薄蛇 顾名思义比较好理解 那么一般一想到 蛇体变得比较瘦小了 它的临床异义主病 直接很能想到 一般应该是主 虚症一类的 是吧 那么虚症又是说 中医一般说到虚症最常见的 就是阴虚阳虚 是吧 气血亏虚 阳气虚弱 阴军阴血亏虚 那么在这儿都是虚症 蛇体一般时期入氧 可能都变得比较瘦小 那么差别就看蛇质颜色了 因为我们前面讲 气血亏虚的蛇质颜色 就是说的是蛋白蛇 主气血亏虚不足了 是吧 而说阴虚 就阴虚就得有火 阴虚火旺 就是虚弱症 一旦有了热 蛇质颜色 就会红了 是吧 所以还是说它蛇红 只是说 现在蛇体比较瘦小 又在瘦小这儿再讲一条 蛇体瘦小 是吧 蛇胎少 后面讲蛇胎的时候 讲到少胎 无胎 镜面蛇剥落 多半就要讲它是阴虚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都是阴虚的表现 从蛇质的颜色会缩到它蛇红 从蛇体的大小来说 可能缩到它蛇体比较瘦小 讲蛇胎来说 就会缩到它蛇胎少剥落 都是阴虚的 都是阴虚 没有一个什么虚 你说蛇胎瘦薄的 蛇体瘦薄的 一般说来应该是虚症 这说了气血亏虚了 说了阴虚了 还应该有个虚症 那阳虚怎么办 怎么没说了 对了 阳虚了之后 又会导致水液泪停 水液泪停的蛇体变得胖大了 所以它就不在这个瘦薄的范围以内了 是吧 所以应该说的虚症 能够看到的就这么一些了 是吧 就这么一些了 所以一般说来蛇体比较瘦小的 是吧 比较瘦小的 这是蛋白而瘦小的 气血不足了 是吧 气血不足了 而 刚才说的这个蛇红酱瘦小了吧 现在就看 刚才说的颜色蛇红酱 现在看蛇体大小 是不是感觉比较瘦薄 阴虚的 虚的 所以其实都是 表现都这个 就是说它要在讲书 它只能一条一条的来讲 并不是说究竟你给我说这个殷虚的表现是蛇红少胎吗 还是说是瘦薄 是吧 不是这样去鉴别 这是第二的一点 关于蛇体的大小方面的一些临床抑郁 第三点刺 点刺的表现的话 可能说的是蛇面上出现的一些颗粒 如果这个颗粒还没有高出色变 你要触摸 不能触摸到的话呢 那就叫点 是吧 如果高出于色变都能触摸到了 那就叫刺 所以稍有一点点差别 这是表现上点和刺有一点差别 但是主病和临床异议的主病上 差别就不大了 都是一些热症所导致了 出现了这么一些充血的一些 红色的这些红点了 知道 那么他的临床抑郁的判断 就是看这些红点 点刺出现的部位了 都是说热 热血灭肾 可能就会出现高出于舌面的刺 是吧 热血轻一点 充血了 看到红点 所以我们就说 他主病的主要的判断 就不一定非常严格的去鉴别 什么叫点 什么叫刺 那么就主要是要鉴别的时候 临床上要看的 就说这个热是在哪个脏腑 哪条经络的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就要运用我们刚才说的舌面的划分 与脏腑的关系了 他一般点刺 很少有出现 整个舌面前后左右上下 到处全部都是这种点刺的 是吧 一般说来 他就在一些局部出现 那这样就用他 舌肩生盲刺 是心火 心肺聚于上焦 是吧 而舌终身盲刺 是脾胃 胃弱 是吧 因为热血越胜的食弱症 一般还主要是胃弱 是吧 胃弱更胜 而舌边主要是肝胆 肝胆 所以这一类的人 我们就点刺 大概就是看出现部位来诊断他 就行了 临床不是单独去判断 他点是什么临床意义 刺是什么临床 是吧 一般的诊断习惯上 这是点刺的一种表现 和他的一些临床意义主病上面 我们看的一般的一些点刺的 表现中间绝大部分的 是吧 舌面上出现的一些 不是整个能够看到都是一种颜色了 是吧 这个时候有些颜色差异中间又还没高出于舌面的 这就是点 红点的居多 有些呢 颜色红呢 又在止暗一点了 是吧 那么我们就说是指点 黑点 从点的形容就这个 而刺的话能说的就要 高出于舌面 虽然我们说这是一个图片 是个平面的 但是你都能感觉出来 这个应该是高出的刺了 不再是点 是吧 这就是盲刺 说到刺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爱用这个术语 说舌身盲刺 在刺前面加一个盲字 盲就是尖的凸体的地方 才叫盲 卖盲 是吧 所以他就用盲刺这个术语 这就主要在舌边和舌尖 是吧 这个就主要是这个 这是第三的一个点次的一些情况 第四 列文 列文的一般的 这个概念上来说 要想到列文的表现 大致上也比较容易理解 想到舌面上出现了一些文露花文 是吧 如果我们非常严格的区分呢 应该说文和列有差别 文是指的纵横交错的一些文露花文 列是要指列勾列口 舌体的肌肉要开口了 像刀割一样的 这个叫 严格说来那个叫列 列勾列口 是吧 只能说我们临床上判断列文舌的时候 我们也是由于它的诊断意义上 不是从列和文去诊断它的 是吧 因为都说明它是一些经验损伤了 气血损伤了 不能滋养舌体 舌体就出现列文 是吧 所以我们就没有再强 严格的区分它 什么叫列 什么叫文 都笼统的说它叫列文舌 是吧 就这么一个 那么它的引起的 鼠病临床意义上来说 虽然说它都是一些舌体 失去了这些精血精液的这些滋润 滋润形成的 那么就看它的其他的一些颜色改变 看那些舌胎了那一类的问题 最后来鉴别它 究竟这种列文舌 它是哪一种 是吧 哪一种这个原因引起的 那么第一种说的这个血虚的 血液不能滋养舌体了 舌体可以出现列文 那么血虚的颜色 还是说血虚了舌质的颜色 就会蛋白 在前面蛋白舌那一条 说足血虚症的气血 亏虚 你就要把它用上了 是吧 就用上来鉴别 这样可以 就像一个 我们说像那种土地 没有营养的 没有 是吧 那种土地比较贫瘠的土地 是不是就容易出现列文 那我们人体内气血 这些营养减少了 所以它就出列文了 是吧 就这么一个道理 第二 那么也容易理解 列文时候容易出现的 弱血 三号精液了 是吧 弱症 三号的精液 精液三号了 不能滋润了 舌体 舌面可以出现列文了 是吧 这个很容易 就有点像我们说的 最近 西兰地区 干旱 列文了 是吧 干旱就比较肉 这一弱了 精液没有了 列文了 地上出列文了 列钩了 是吧 所以我们人体出现一些高热性的一些疾病 感受了一些热血的一些病症 很容易出现有色质 有列文的 是吧 这个容易想到的 第三的一个呢 就说热可以是阴虚的虚热了 是吧 一说热肯定可以有阴虚 而且阴虚来说也是阴 精亏虚嘛 我们人体内的精液就是属阴的 所以阴精亏虚不能滋养舍体 虽然它没有外感的热血 它是自身阴精亏虚功能失调了 也可以出现列文 是吧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容易理解 那么要诊断 它是阴虚引起的列文 你又说我都看见列文 该和蛇字 该和那个 十热症的热肾伤精 怎么鉴别 和气血亏虚的列文 说怎么鉴别 你是还是就要看这一条了 说到阴虚 就是说虹扫胎的 说虹误胎的 对啊 所以你反复看这些鉴别点 就自己都能够很好地掌握了 问题列文蛇 就是最后这一条 要特别注意了 可能比较特殊了 我们一般现在教材提到的 可能就是前面这三条了 对这三条了 比较常见的 我们在临床上 还可能看到这样一种列文蛇 表现上是蛇体比较胖大 胖嫩有齿痕 这个时候 他蛇面上又有了列文 按我们说蛇体胖大有齿痕的 多半应该是什么问题 刚才反复说了 是吧 从讲蛇字的蛋白蛇也说到 讲这个 刚才说老嫩里边 是吧 也说到 这个应该是阳虚的 那么阳虚了 有水液停留 才会导致他蛇体比较胖嫩 那么既然你有水液停留 为什么还会有列文 按理说列文就是这些 精血亏虚不能滋润 才容易出现列文 这看起来就非常矛盾的 但是我们临床上 确实能看到这种蛇像 明明看见他蛇体胖大蛋白 全身又有一些水肿的 那些皮肾阳虚的表现 但是又有列文 怎么理解 那么这个理解 他的道理上来说 我们说他皮肥水师近战 就要分开来看了 因为他蛇体胖而胖嫩 这个地方肯定是由水师浸泛 才会导致胖嫩有齿痕 是吧 但是另一方面 脾虚了 除了不能运化水液 导致水师而外 脾虚了也不能运化什么 水谷 不能运化水谷了之后 人体的气血生成就会什么 减少 所以脾虚的又可能有气血 亏虚不足就伴随了 那既然气血亏虚了 可不可以出现内文 可以了 这就是血虚不能滋润 蛇体有内文 是不是 所以在这儿 他就两个病机都站住了 脾虚不能运化水液 有水师浸泡 他就盼嫩有齿痕 另一方面 脾虚不能运化水谷 出现气血不足 那就蛇之淡 而有裂纹 是吧 它是血虚失氧的 所以这儿就是非常特殊的样子 这种蛇像很容易忽略 当然临床上少见一点 裂纹蛇是前面三种最常见 所以教材主要讲的这三种 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四种蛇像都能看到的 这个中间这是裂纹的 是吧 有比较明显的这种纹路 纵向的居多的纹路裂纹 整个蛇字颜色怎么样 蛋白 该是血虚的 是吧 血虚的裂纹 可以理解 蛇胎上面的裂纹 有点看不到 是不是 蛇字的颜色肯定比较 红 这样 蛇字颜色红 看到 蛇胎很干燥 上面有些裂纹 有些裂纹 这个干燥裂纹的 食热症 蛇胎有很多 厚黄 这个裂纹 那是食热症 食热症 这个上面的裂纹 这有一点 是吧 这有一点 这个裂纹 那么他来说 蛇红 蛇字红 蛇胎怎么样 少了 是吧 这个蛇胎少了 有一点点 其他的这个地方 都是一些比较蛇红的 所以这个是阴虚的一种裂纹 而最后 这个裂纹 也能看到这些地方 是一些纹路裂纹 需要 但是整个蛇字 蛋白胖大了 需要胖大了 所以这有这种 临床上有这种现象 蛇字 蛋而胖大 有水肿 又有裂纹 我们中医 其他的理论 总是来源于 临床这些现象 再把它总结 归纳出来 再这么去解释它 所以我们就 要承认它这种既有水师 进散的又可以出现裂纹 这种现象 非常特殊 所以对于这一类的裂纹蛇 你在治疗上 要特别注意了 上了临床的治疗上 一般说来裂纹蛇 是筋血食痒的 治疗上绝大部分 要用什么 血虚的补血 热血伤精 或者阴虚的 都要脂阴的 要生精了 要养阴的 是吧 用精液来滋润它 它才比较 当这个湿润 那它裂纹又会减少 那么这种养血的药 血虚用的是养血的药 精伤的这些药 用生精的药 这些药物都是比较 怎么样 脂液的 是吧 补义的这些药 一类的药 就比较滋润了 那滋润的 如果你把裂纹蛇认为 就是这些虚的 要用滋润的药物 那对于第四的这一种 你可能就出问题了 看见它有裂纹 你还用滋润的药 想去滋润它裂纹 结果它那边 水湿浸泛停留 你再用滋润的一去 那个水湿 就很难运化 是吧 所以我们就说 裂纹蛇 你要注意这一种 很特殊的 不然的话 治疗上有些 就会发生错误 是吧 这个时候 你主要只是治疗它的 补皮 是吧 运皮出湿 你把运皮 让它能够运化了 逐渐它的水湿 排除了 气血生成得到 恢复了 裂纹也会有所好转 是吧 就有所好转 这一类的 刚才看到的这些 都还算纹 严格的说呢 就是纹路 花纹 刚才我们说 裂甚至于可以裂钩 裂口的话呢 就是这样 就是裂钩裂口 所以它整个舌面 是吧 整个舌面 可以开口 像刀割一样的 开口 当然我们说 临床意义 没有严格的 非得说裂是什么意义 纹是什么意义 是吧 反而都一致 只能说 有了裂钩裂口呢 肯定它相应的程度 要重一点 血虚也要虚得更严重 是吧 如果是弱血伤筋的 那就说弱血伤筋更胜 才会有裂钩了 是吧 只能是这个程度轻重的差别 这是大概裂纹蛇 这个第四的一种最主要的 是吧 然后裂纹蛇 刚才我们在讲 生理性的变异里面 听到了 裂纹蛇可以是生理性的变异 是吧 所以以后上临床 看见有裂纹蛇的 注意多询问一下 了解一下 它是不是属于健康的一种 生理性变异 不要就 一下就盲目的就说 它全部就是这几种 冰血亏虚不能滋润的 非得都要用一些什么药 这个可以注意一下 这是第四的一种 最后锁型里边 第五的一种说的 这个死痕锁 比较简单一点了 牙齿压迫的痕迹 不是牙齿咬的痕迹 呃 齿痕蛇 是吧 多个可能是蛇体 比较怎么样 胖大了 才被两边牙齿压迫的 所以绝大部分 齿痕蛇 是跟前面刚才说到的这些 阳区 是要水停的 特别是皮须 不能运化水液的 其实胜阳区 不能温化水液的 同样也可以的 是要 也是可以的 这是绝大部分 齿痕蛇所出现的 就是这种 淡而胖嫩有齿痕 所以它的主病临床异议 甚至于有些教材 在讲这个齿痕蛇 都不单独落列一条 它就直接在胖大蛇那 顺带就说了 胖大而有齿痕 一般常常是并见的 同时并见的 当然我们说要单独落列 这个这个齿痕蛇呢 就是说有的时候 确实它还有一种 临床上可以看到 舍体并不胖大 但是它还有列纹 这个人既然它舍体不胖大 就很难说 它还有水肿的问题了 所以这人确实临床 有这种舍体并不胖大 或者大家下来了 今天下来了以后 你们相互忘 很大程度上很有可能 你们同学中间就有 同学舍体并不胖大 但是有齿痕 能看到的 这个不是太少见 比较能够碰到 所以我们就说 齿痕蛇中胶 也不是说全部都是有水肿 按理说它蛇自有蛋白 蛇自蛋白的主病 一般就要说它是气血 亏虚了 血吸 那么血吸了舍体又没有肿大 为什么还有齿痕呢 他是说这种情况 一般说来我们舍体在口腔里边 虽然没有明显的真大的话呢 一般说来我们口腔里边舍体 与两边的这个牙齿还是贴得比较紧的了 是吧 你都能感觉特别是后边舍根部 一般还是贴着后面那个致牙了 是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一般正常情况下 牙齿对舍体都有一点压迫 而由于我们正常人体气血比较充盈 当你一伸出口腔以外之后 他那个气血的运行很快的就运行过来 就给你充盈上来了 就看不到这个牙齿压迫的痕迹了 而这种病人他自身已经气血亏虚了 所以他的运行充盈的那种能力就比较低 在他伸出口腔以外 就被正常牙齿压迫的一个痕迹就还留下来了 是吧 所以他虽然不增大 也有可能出现有齿痕的 是吧 所以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所以作为齿痕的时候 我们说临床很常见的一般是水肿的阳虚 皮肾阳虚的 个别注意这种 那么一般说来 单独说的像这种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刚才我们是在看他的裂纹 蛋白而有裂纹 现在你再看一看他的舌边缘怎么样 是不是有齿痕的 是不是有齿痕的 哎 所以再注意看着 他这个舌体胖不胖大 你感觉就不胖大 所以他没有水肿 还是有可能形成齿痕 所以我们要承认这种 胖大而有齿痕的 我们前面看比较多了 是吧 这个知道 所以注意这个情况 或者单独从侧面专门看到这种齿痕的情况 这个从侧面专门照过来 在这儿牙齿压迫的 很明显的一些 是吧 凹陷看到 所以大部分齿痕 蛇相对说来比较简单一点 这样作为蛇形的一些情况 提到的这么五种 注意这么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方面 这是望蛇字的前面两条 蛇字的颜色 蛇形的一些情况 至于望蛇字里边 那么还有的一类 说的还有的一些这个出现的 那么在齿痕蛇中间啊 也是在刚才说到的正常蛇相的那个 生理性变异里边也提到了一个齿痕蛇可以出现的 所以再次强调 临床上在你们刚才我说了 大家下来有可能大家会相互忘 说不定忘到了有齿痕 你就不要想我是不是又脾虚了水肿 也不要想是不是气血亏虚不能鼓动了引起 可能你就是这种生理性的变异 只要看看你有没有全身相应的那些表现 当然如果说你又有辣呆 不想吃东西 辅荡经常都大便比较稀糖 那你多半那个齿痕是有一点脾虚的问题 可以做一些健脾的一些治疗 没有这些现象不要觉得一定有什么病 下面再补充的一个就是说作为忘舌形里边 我们一般说来 有些会提到专门的一个忘舌形的一个名词 说一点一般 我们教材呢是在前面舌指指按那顺带提到了 亲子可能是舌边的一点一般 没有把它作为一种单独的舌形表现的名词 把它提出来 所以有可能你容易发生忽略了 忽略了 其实这个舌指出现这个V点V般的现象 对于整段V血是比较 参考价值比较大 很有用的 当然我们说它很直接的就说的是这些颜色上出现的 不是整个舌面都很亲子 因为我们教材讲的时候在亲子那儿讲来 你就要想到整个舌面都比较亲子了 单独讲V点V般 就它可能整个舌面不是亲子的 但是有一些小的亲子的紫黑的这些般点 小的叫V点 大的叫V般 那么这说明它有气血运行不畅的V血症 这个瘀血有可能是外感病引起的 知道了 那么我们说了 刚才说外感热入云血 血液循环太快了 加速了 反而密疏这不达了 出现瘀血了 知道了 这一类的当然就肯定是 刚才说就会舌肢红降 知道了 舌肢红降 有可能是内伤杂病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说的气 单气郁节了 等等这些气质了 不能推动血液运行 最后气质血运 知道 那么这一类的呢 它内伤杂病见到的呢 那它一般说来舌肢的颜色 只按深一点 那又要看它具体究竟是 气质引起的呢 或者还是其他的什么 新的功能降低了 比如说它不能推动血液运行 而引起的瘀血 知道 这些原因就很多了 很多的 或者甚至于是外伤性的 跌打准伤 在里边有些脏腑有了瘀血了 它在舌面上反映出来 有瘀点瘀奔 知道 所以我们说瘀点瘀奔 你对于判断这个瘀血 是一个比较专门的 一种舌形的一种改变 这样呢就重点注意 所以在舌质的 至于瘀点瘀斑的颜色 不一定非得是说 整个舌面很轻直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作为瘀点瘀斑 在有些教材都会提到 舌形上专门作为一个舌形 来加以注意 当然我们说在引起瘀血的原因 除了热血皆是 如果从寒热的性质上来说 可能寒症凝制 导致瘀血的可能性 就还更多更大一些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一类的 你说怎么去诊断 那肯定就是要根据其他的了 刚才说的其他的色质颜色了 舌体大小了 舌胎的多少啊 是不是 甚至于再说试整合参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只说瘀点一般 是这么一个 那瘀血的一种现象就行了 至于像瘀点的这些表现 瘀点一般的这些表现来看 这个比较深的看到的这么一些 比较紫黑青黑的这些的话 能就说这种点呢 大一点的呢 就说一块一块的呢 就说他这个一般 就说他一般 像这个整个舌面上 并不是非常的轻紫 但是能看见一些小的这些 紫暗的紫黑的这么一些点 单块 那这就是说一点一般的问题 这样那么我们说整个 一般作为旺舌形的一些内容 加上一些补充的是吧 注意的这么一些内容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旺舌制的话呢 是吧 那么剩下来还有一些的话呢 就是说第三个一部分的舌态 内容上还有一些微软强硬 是吧 歪斜 整站 吐弄 条目来说还比较多一些了 那么舌态药说的 他是一些 或者是一些病人来就诊 还能看到舌体还在动的一些动态 或者呢 是说他在运动发生障碍的 比如说歪斜了 或者是强制了 不能动的 但这一类的人就归在这个舌态里边 千万不要认为舌体强硬这些是舌形 你说他强硬在那里了 好像就看见这个形状在 他不是舌形的内容 是吧 他是你要让他动 他动不了了 所以算舌态的一场 不要把这些条目混淆了 歪斜 这些都算舌态 而不说歪在那里了 就是舌形 这个内容 那么这样呢 先把这些区分开 具体的这些下面有什么临创意义 什么表现 那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说了 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 甚至是 我们就下一次 一会儿 一下 其实就下一次 我们就下一次 现在我们可以 嗯 我们就下一次 就是这些互助